就是就是啊 蟹魔杀驴 这个成语听起来有点乯 但是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奇怪是怎么回事 那个 既然没什么事情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雷默本来想要拉住他了 可是慢了一步 因为他被自家老爹给抓住了 别再跟我胡闹了 赶紧回家 叫你的钉耙带我们回家 你爹也变了 他也被钉耙征服了 谁说不是呢 连我的轮椅都被抢走了 京城里面的人看到这一幕 脸上的表情也有点奇怪 这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怎么现在贵人们都喜欢嫁猪了 不懂 贵人们的心思我们怎么知道 倒孽呀 幸好很快就能到家了 不然是真的丢脸 那三个人一个个打听过去 还真的让他们打听出来 那天晚上 哪家的小姐是被拽着耳朵回来的 真的是这么 丽布侍郎家好像没有小姐 就情争一个独生子吧 难不成是丽布侍郎 在外面有什么女儿 最近重新找回来了 你们看 如果是京城里面长大的女子 除了小林大人 谁敢出入青楼之地 但如果是外面长大的 那就都说得通了 三人鼓起勇气敲开了门 小姐 我们家没有小姐啊 就只有一个公子 你们说那天晚上被带回来的 那是我们公子啊 林墨醒过来之后 系统就和他说了这边的后续了 这个打就点道 他们弯了没 不知道啊 不过如果真的弯了 那秦郑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吗 怕一个人分给三个人也不够分啊 一人一天 七天轮两次 最后一天勤征休息 完美 门外站着的林家四人都无余了 把他给我看出来 顺便让人去通知一下 丽布侍郎 让他把院门看紧了 如果看到这丫头 立马给他绑住送回来